10月10日,马天宇发文吐槽,最近接到的养老电话多,最近为什么天天能收到养老中心的电话,是工作人员把我的联系方式给养老院的吗? 他还配上了一张小孩苦笑的表情包,显得十分无奈,对此粉丝纷纷逗趣留言,也可能觉得你是潜在优质客户,我觉得您可以收拾好您所有的行李,所有人员已就绪,就等您老入住本院。 哥你听我说啊,工作了才有,出去玩是吧,所以快开工吧,希望你不要不失台举,如果你不失台举,就别怪我,跪下来求你。